有些人说能上节目不提我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一直在躲你知道吗 我跟他很难做朋友真的 但是他非常的爱我 我非常自豪我爸爸叫向华强 其实因为演戏我曾经 我不在一分钱流浪了半年 我就哪个国家我就不讲 就是我就在街头或者在一些 庙里面睡觉 我想体验生活 对那些都是脱离生活的体验生活 这样说吧 我们电影就要给普通观众看的 来感动他们的 我们就要用他身边的人来感动他 要共鸣 我完全理解我的打扮奖项 可能跟很多人就产生很大的距离 所以我其实想跟所有人拉近一点距离 哪怕不拉近距离 老婆多点细拍也挺好的 所以你要试试改变你的形象 在望角 在某一个地方没人认得出是你 能困进去买东西 好 你想给大家展现一些 我们看不到你的那一面 你今天会自己有准备吗还是 其实今天我带了一段片段 他整个剧叫《莫萨特之史》 我想演一段莎莉亚里的独白 其实莎莉亚里跟莫萨特的关系 就是资格亮跟周瑜的关系 我这次演的是周瑜 好 来 我第一次感到 来个空虚 今天在某个旅馆 里面其中一个 只会有那傻小的年轻 不是你刚才演什么 莎莉亚里 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段子 我跟你讲两句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既然不找我做大人 我就要陪伴你 别说 我说 你像你爸爸说 我说为什么天亮其他人 我说以后不跟你生 就是这个感觉 来吧 来一次吧 好 今天可以麻烦给他安排一张椅子 你就 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我又好好看 我第一次感到空虚 今天在本城 某间旅馆里面 站起来那只会在那傻小的年轻 他连手中的玩具都不用放下 他随意可以将一符写在纸上 除了他噁心这句作品 变得一文不值 谢谢 你这次我服务你的欲望 很多人一生都无同意足 但是为什么你也很趁意听到 我欲望有多收价 如果您想要了解 你会有多年 你知道吗 你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我只是想要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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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三個字 莫責答案 好 由今天起 我們是敵人,你和我 人家說不可以走浪神 我告訴你,你不可以走浪人 你為何不可以走浪我 顧客上帝 我稱你為死的 人,如果不好好教訓,教訓神 人都走浪 有沒有 查理在這個片段的可憐 憤怒 無奈 那個憤怒來自甚麼 他的可憐還是甚麼 我覺得層次上你還是沒有分明 沒有在這個控訴裏頭 或者是背叛的過程裏頭 表現出了你那種自憐 像對白裏頭說的 我要求只是那麼低 對 我只要求我在創作的時候 怎麽想怎麽想 怎麽想 為什麽不給我 缺你的 那我現在也不相信你 這就是節奏 對嗎 我可以跟你聊兩句嗎 可以 我 你站在我這兒 我就幾乎跟他同頻了 我感覺 就好有壓力 我一直在深呼吸這樣 我是想說你平時你活潑嗎 我是個 我是個不怎麽活潑的人 我替鄉總說一句話好不好 因為他的家教特別的嚴 我是第三次看到他 今天是第三次 第一次看到他 是小胖多少小孩 然後後來再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二十四五歲 在他家裡 他家教相當嚴 我記得晚上是在不到十點鐘 他說想出去看個朋友什麽 他媽媽 劈頭蓋臉給他媽 哎呦 不行啊 像太太 好兒子給他一陣罵 然後他一句嘴都沒有喊 他默默就上樓了 他家教好言 就是可能你很難去擺脫 你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家世 我並不想講任何東西 我並不想影響任何 我想說的是 剛剛我看到 看到你有堅定 我喜歡那個堅定 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有堅定 有堅定 有信念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很明白你 就是想拖離那個 但是呢 我剛剛看到一樣東西 我覺得很好的是什麽 你一直在承認 我爸爸是誰誰誰 是什麽 你現在已經 我不想躲 有些人說 能上節目不提我爸爸爸爸 什麽是什麽 一直在躲你知道嗎 我跟他很難做朋友真的 但是他非常的愛我 我非常自豪 我爸爸叫向華翔 所以我覺得你 你已經開始適應了 你今天來是證明你自己 我隨著什麽 我還是一個演員 我是會演戲的 就是你一直努力在做這個嘛 是的 也希望不要辜負 好吧好吧我只是問一下 不知道為什麽男生都會用 各樣的化妝 這關表演什麽事 來快點 我們今天不是要考驗他的表演嗎 為什麽要鼓勵他那麽久 我都暈了 你可以靠近我來這邊看一眼嗎 可以 你要塗口紅跟 對 但我可以擦掉 都可以 超嚴厲的 我的畫腰 好 好吧好吧我只是問一下 不知道為什麽男生都會用 這樣的化妝 然後19年我收穫了 很多的 朋友 家人 哥們 關表演什麽事 來快點 因為我覺得他有及時的反應 所以你剛看到那個女孩進來 你會有反應的 不像一個很新很新的演員 但是剛才的反應 就是女的主動給他 因為沒有女的 一個人的時候 就很尷尬啊 這不為什麽不讚美那個女的 她沒有主動過 我還想問你 吃了十幾個小時的雞爪 身體會怎麽樣 對不對 這個也是一個生活的態度啊 謝謝老師 其實呢 我們演員要利用我們的時間 去觀察這個世界 但如果你們要直播大火會 左右你這個功課 每天都看著雞爪啊 每天觀眾都想一下的時候 你就沒有能力去觀察世界 你要觀察生活 他沒有時間啊 每天六個小時 跟著要厭闊 大火才是我的後路 演戲才是我想堅持的路 我告訴演員 演戲可能是一生的 不要浪費自己 這麽多年的經驗 好 我們今天不是要考驗她的表演嗎 為什麼要鼓勵她那麽久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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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就鼓勵夠了吧 我們要 要驗收她的表演啊 你現在只是把你自己人生的感情 放到這個角色 沒用啊 你的感情是什麽 你沒有好好去利用啊 三十個人在等啊 你都這樣放棄啊 你剛才說的都對 但是你用你的理解 但沒有表演到 剛才是表演舞感 沒有在舞感的狀態裡面 因為她畢竟以後也是要幹演員這個職業的嘛 你覺得就是你帶著她一起上綜藝 包括在節目上去講你們的這種情感 會對她的事業你覺得有幫助嗎 因為我們開一個劇 你演她媽媽你願意嗎 哈哈哈哈 就演兩母子 但是裡面 但是外面就是兩個情侶 我們做的這兩部大概是 總時常是在五十分鐘左右 大概每集是在兩分鐘到三分鐘 然後大概二十集 二十五集這樣 通常這種短劇的拍攝時間是什麽 我們一般是五十分鐘 我們會拍十幾天 我告訴你 如果你五十分鐘是拍十幾天 你是一個大製作 那對呀 不短的其實 最快的可以把拍攝時間壓縮到一周左右 甚至更短 一周拍五十分鐘不是TV 比TVV更強嗎 TV三天外景一定捧景 就拍四十五分鐘 對啊 所以是大製作 你學表演 她有教你誰人物小卷這個功課嗎 還沒有上到這個 演員第一個要進入人物 就是誰人物小卷 你知道怎麼叫人物小卷嗎 那個表演有一個體系 那個好像沒教會你 基本上怎麼進入表演的最基本的門 內地有很多的演員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不加我微信 我絕不加你微信 就不打擾你 我覺得她可能是這樣想的 有時候微信你反而覺得 中秋節啊 什麼過年的最麻煩對我來說 我認為我的普通話 我認為我的普通話也是可以標準的 但是我想在第一次跟老師們見面的時候 還是盡量讓自己放鬆一點 讓你們就是看到真實的我 對 最重要的問題啊 王妮不好意思 你來幹嘛的 本來是想 我一直覺得你是非常好的一個喜劇演員 他就是這樣可愛的 那你永遠都是一輩子用這個半吊 聲音來生活 在生活裡面也是這樣的 其實 是我在之前嘛 我談了一個女朋友 是我前女友 然後呢 我跟她分手了以後 我發了一個微博 然後轉發上面寫了一個 你喜歡大海我愛過你 然後所以網友們叫我大海哥 但是我是覺得那句話挺浪漫的 沒什麼不好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嘲笑我到現在 其實大海哥是嘲笑你嗎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會有一些別的東西吧 就可能覺得 我 不是他們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紀念你的浪漫嗎 為什麼 今年的演員比較成熟 會有一些 在行業裡面有困惑 或者是有一些想改的 或者有一些想 有些願景 對於對比上一屆 就覺得我們應該要付出更多 因為之前都是年輕演員 我們只是鼓勵 在這一屆我覺得我們真的有義務 因為它好像被卡住了有些人 希望能打開這個關頭吧 希望能 就像剛剛靖姐講的 那幾年可能挺好 但是呢我剛剛是出道的時候 是劉德華的公司簽約的我 本來讓我做個歌手 作為內地的郭福成 那個時候2003年 後來我去考上了中戲 結果我就沒有發這個唱片 但是對於我來說呢 我一直有一個歌手夢 所以呢拍了《星環珠格格》之後 我把我這個夢圓了 發一張專輯開一場演唱會 但是圓這個夢的同時呢 就是我一年沒有接戲 代表兩年不播戲 那在這個行業就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然後正趕上一些 比如說很有熱度的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我的市場就被稀釋了很多 直到今天為止我一直在努力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再能重回大家事業 是這樣的 他本來劉德華簽他就變成一個歌星 但是呢本來有機會就歌星 他要考中戲 台灣中戲大家 我記得我有個歌星夢 要圓這個歌星夢 這個就是你沒有 堅持一個 對…堅持一個目標 跟著歌星夢完了 我又想回來當演員 蔣白 你是不是哪個行業火 你就投身進去 結果冷卻了 你要回來 不可能 冷卻了 你又回來了 不是… 老實 剛才我電話不小心我掉線了 沒關係 之後您有什麼抉擇您喊我 然後我再努力 謝謝老師啊 下次我們爭取合作 拜拜 好 我覺得前面實在有點太長了 前面是我一直在等電話 你在等電話 那等到什麼時候 媽媽都在等 媽媽來電話呢 我把它掛掉了 後邊又來快遞電話 把它扣起來了 那你要演她 C都已經跟你說過 別做無聊的事了 很重要的提醒你 反差就是首先媽媽來電話 沒時間了 你這樣演 每個人的肌心演 就是代表他的心理數據 根本你沒有想去盡力爭取過 馬上回到 剛才是不是不好意思 我掛斷 我掛斷這裡收斷 什麼 聽不清楚 再去爭取你要的東西 搞了亂七八糟 快遞媽媽幹嘛 我這樣就要你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 我就這樣 剛才我電話斷了 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這時候 就這樣 那個早就 繼續爭取你的人物 那個人 觀眾才疼 這個觀眾不會疼你的 表演的美學在哪裡 表演你眼紅幹嘛呢 我都暈了 我剛才表演的是我心裡 閱讀他的心裡 就是一個不爭取的人 好可惜啊 尤其男孩子 一定要爭取嘛 來 出個題了 你能不能今天演一個 跟爸爸吵架的 吳振宇大哥 跟你演一場吵架的戲 我從來不吵架 都用打的 能動手都被吵架 就動手吧 然後我的MBTI是INTJ 對 不好意思 老人家想問 MBTI 你解釋一下這個 INTJ是什麼意思 我可能是一個偏向於理性 然後喜歡有做計畫和規劃的人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小的時候 大概九歲開始 我飾演過的一些小朋友 對 右下角那個是你嗎 對 對這個也是我 洪金堡 很多東西你猜 他在乎他們去怎麼看你 你先把自己歌唱好 戲演好 不要看那些東西 太紛亂了 一定要想辦法把自己靜下來 不要被外在的東西影響 這個是我的看法 好 謝謝導演 就別看自己的新聞和評論 對 不要看 別看 看了也沒用 好 好 好 面試的過程中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緊張的情緒裡面 心率一直非常的高 咚咚咚咚那種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心率儀 肯定已經飆到一百恩了 就是真的 不行 嗨 哎我能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 我能提一個另外一個方法 你來試試 好呀好呀 沒有沒有害怕 沒有沒有害怕 不是這樣演的 不是這樣演 我不覺得 贊成這個 上一屆在組裡面的時間待的不長 那這一屆我覺得 我們真的有義務 幫他改善那時候演出的可能問題 不要做很慌張的 這個就是一個小孩子 比較平常會每一天講狂話的事 就孕婦日常的每一天媽媽的特檢 是吧 你剛才好像殺了人家 兒子 媽 沒有沒有害怕 鎮宇哥說得對 你緊張成那個燕子 我就一定會搶手機去了 你把手機垮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沒有啊 就很平淡耍過去好不好 好 因為我真的不會贊成 不想看到年輕人用你剛才那個表演 好 明白明白 我們能用Edward Roughton 來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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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電影來來指導嗎 哇 學院派 鎮宇哥終於發脾氣是吧 也沒有沒有 我不會發脾氣的 你不發脾氣的 那就很難當演員了 沒有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這就是 我有時候不太理解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私底下我就是張栋梁 我其實不用因為我是一個演員 或者是我在培養我是演員這件事情 然後我需要去做一些 我不是說你要發脾氣讓人知道你 戲劇都要有一個比較波動啊哭啊脾氣啊 他沒機會接到啊問題 有有有 有嗎 有時候會演到一些戲份嘛 就是真的很兇 或者是發脾氣或什麼 我真的 我真的去演 然後可能對我來說已經 七八分兇了 然後導演都會說 怎麼還是這麼溫柔啊 你看吧 導演覺得這個不是他心目中的 我發覺有一點是很不趣的 你看 他是這個 突然爆肝 這次人的脾氣會不好 因為肝 也是過了 還是那麼好 連爆肝也改變了不了他 然後七年後 其實我拍了兩部電影 也失敗 但是 我到現在也沒有放棄過 今年我40歲 我覺得 可以透過這個節目的話 重新讓大家去認識 就是 演員向左 會 表演 希望大家 給我一個機會去表演 演文戲給大家看 但是你剛才所說的 武打啊什麼什麼 是你想走的路嗎 絕對是我想走的路 但是武打明星就是你想要的 一個 是 是我想 那有什麼好遺憾呢 我沒有遺憾 完全沒有遺憾 所以 所以 我真的非常希望 動作演員是不是應該有機會 公平地在市場上 給所有導演跟製片人 去選文戲的機會 但是你剛才不是已經說 武打明星是你的目標嗎 所以你每一天的動態 每一個舉動都是 一個武打明星的一個範 人家怎麼會想像 你有另外一個面給他們用呢 我是想 但是從來沒有機會 這樣說吧 我們電影就要給普通觀眾看的 還感動他們的 我們就要用他身邊的人來感動他 要共鳴 我完全理解我的打扮獎項 可能跟很多人就產生很大的距離 所以我其實想跟所有人拉近一點距離 哪怕不拉近距離 哪怕我多點戲拍也挺好的 所以你要試試改變你的形象 在旺角啊 在某一個地方 沒人認得出是你 能困進去買東西 好 我跟你講兩句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最大的一個點就是 一個有信仰的人 你既然不找我做大人 我就要背叛你 就別說 我就 你像著你爸爸說 我就為什麼給了其他人 我都以後不看你生 就是這個感覺 來吧 來一次吧 我多做一個題 是吧 是吧 你喜歡演古裝片嗎 現在讓你演一個古裝戲 你有看過甜蜜蜜嗎 甜蜜蜜是古裝片嗎 甜蜜蜜是古裝片嗎 怎麼是古裝戲啊 甜蜜蜜還不古裝戲啊 多少年前啊 哪個年代的 你叫古裝 甜蜜 你有病吧 有人在家嗎 現在是什麼年代啊 甜蜜蜜還不古裝啊 搞不定他呀 對 他們現在就是試的機會也不給我 其實啊 他是個天賦型的演員 就證明他跟人家有個很很生活的 節奏的走路 你怎麼說呢 就現代感生活感 唯一一個覺得你想演大俠 可能大家沒有接受你的是 因為你的耳朵太Q了 太像精靈耳了 所以其實這是沒有關係的 是可以做一點點處理 就讓他折過去一點 這個耳朵往前會影響演古裝嗎 請問有那個大俠的耳朵 像你一樣 你先去舉個例子 沾完頭套那個耳朵就 我真的 在座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代表的古裝劇的作品和角色 所以你們隨便單另一個出來 我覺得叫我都綽綽有餘 在古裝叫你演個太監 你你你你會享受嗎 OK CUT 好棒 很好很好 沒事吧 對不起老師 不我沒事啊 我怕你撞到那兒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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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比的天才型啊 哎呦 昨天他來主演反應都是 一來成高誰的啊 哎呀沒想到 那麼機靈那個人 對對對 不聽著人 許洛涵 這是個天才型 這塊型的一個一個一個選手 是學